爱情在两颗心里孕育着 由于机缘 他们曾经频频相遇 留下了奇妙 还有深刻的记忆 然而 他们都不知道对方的姓名和住址 也不知道是否有缘再相逢 现在他们仍然过着各自的生活 让你久等了 后天去福岗的机票 谢谢 你母亲是在餐厅工作吧 是横滨的福尔加餐厅吧 你怎么知道的 我这人很好奇 还得找你两位 今儿晚上想请你一起吃饭 上你母亲的餐厅去好吗 跟我一起去 不行吗 可是我 当然了 我只是上这儿买过两回机票 不过请你吃顿便饭总还可以吧 那可不行 你有约会 不 没有约会 就这么定了 我六点来接你 真是冒失 也很有趣吧 这样不是挺有意思吗 好 回头接 对不起 我说 真是 走好 请再来 谢谢 谢谢 怎么 我不想上这儿 为什么 我妈妈就是这餐厅的经理 当经理不是挺好吗 我不愿意在妈妈的餐厅里吃饭 来都来了 别说了 我不愿意 别这样 进去吧 知道了 多谢你了 欢迎光临 两个 请 镜子 晚上好 镜子的母亲 是啊 初次见面 摄影师则也 是这样 是我一把镜子请来的 听说你的餐厅不错 欢迎光临 请吧 真是好母亲 真是好母亲 请这儿做行吗 好 谢谢 真饿坏了 请您点菜 好 对不起 打扰一下 想跟镜子 请吧 不是这么回事 不是带来给我看的 今天头一回跟他说话 头一回 这人自作主张 硬拉我上这来的 他说 还得比上母亲的餐厅吃饭更安全的 这种人才危险 你先去吧 他要使坏 我饶不了他 别操心 我已经是大人了 你哪像个大人 来了 吵死人了 喂 你是谁呀 是妈妈 姐姐还没回来呢 什么 在你那 跟个男的 大概四十来岁 这消息可真叫人大吃一惊啊 晚饭做好了 那就不等你们了 老样子 好 明白了 就这样 我会好好问客的 好 拜拜 姐姐跟个男的吃饭 大概四十来岁 真想不到 我才不找这种人呢 我要找年轻潇洒的 说话姐姐爸爸 这样更加显得纯真可爱 我 怎么说好呢 总之 我 我爱你 啊 那边的鼓声挺好听的 我让个老头换下来了 真可惜啊 没法子 要考大学吗 你哥哥说今天要晚回来 算了 不去 有什么事 我会说的 他肯定要发火 他还不是为了你 靠不上怎么办 靠不上怎么办 老这么说 叫我有什么办法 所以叫你偷偷去 提心吊胆 敲跑鼓 别这么说 学会敲鼓 也是一点不容易的事嘛 又是这么说嘛 怎么样 服装有了吗 早借来了 跟哪儿了 别处理 服装都借来了 又不去 多一起人家嘛 爸爸你怎么看 什么 考不上大学 怎么办呢 不会因为敲敲鼓 就考不上大学吧 在这儿 是这个吧 快去吧 我不去 为什么 考不上会怪我 满子汉怎么在呀 管男子汉什么事 好嘞 去吧 去吧 你是爸爸要我去的 知道 知道 去不去 我是随便的 我让你去的 你敲的鼓 我也想听听 去吧 我是实在没办法 就算没办法 那我 一定好好敲敲 对对 好好敲 快去吧 孝顺爸爸嘛 好吧 可真是孩子气 要我操心到哪一天呢 来呀 使劲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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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回来了 回来了 锁上门吧 别锁 院子里还搁着东西呢 东西 行了 别管了 进来吧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你怎么心声不定 是吗 怎么这么晚回来啊 我去补习英语了 下了班还要去学习 真是很辛苦啊 阿剑呢 在看书 今晚庙会不是彩排吗 他哪会去参加呢 我当时早去了呢 你不是不让他去吗 没想到这么听话 他还小着呢 脸书可是挺用功的 是挺可怜的 说的是啊 要考大学没办法啊 那边像是散了 刚才还听到咚咚咚咚的呢 本想还是让他去参加 就怕他更松懈了 我看不必了 阿剑现在也想通了 所以温客 温得也挺卖力的呢 明天庙会让他去吧 说的是啊 不过阿剑还不知道肯不肯去呢 不肯去 学习的正起见呢 会这样吗 你去干嘛 我去看看阿剑 你可别影响他学习 没关系 看下来 叫你别去嘛 爸爸今天怎么了 阿剑 瞧 闷头看出 没听见吧 爸爸 干什么 阿剑本来是不打 骂了他 所以我 不好说 不是不好说 孩子从小 切少母爱 母亲既然不在了 只好我来代替了 不管怎么说 是阿剑不好 考大学的是他 要浪灯真不想话 买菜好 买菜好 你怎么躺下 太醒醒 太醒醒 怎么搞的 谢谢各位了 谢谢他 没什么 我们没想到他 这么不能喝酒 瞧他醉成这样 他说自己很能喝 简直瞎胡闹 他可从来没喝过酒 他还说是海量的 这是他扯能 硬充好汉 他就喝了两杯 而且还是日本清酒 想不到一下就醉了 什么 你 请问屋里有人吗 请问屋里有人吗 是谁啊 喝醉酒的是你啊 我说你早上好啊 你是谁啊 你就叫我阿春吧 阿春 快躺着不要动 还不舒服吗 给你点盐水收拾口吧 我这是怎么了 什么 我怎么想不起来你是谁 当然了 咱们头一回见面嘛 头一回 厨房里挺干净 我可白来了 你爸爸很担心 说你昨天晚上 喝得醉醺醺的 躺着说胡话呢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可躺着别动啊 来 先用盐水收拾口 你干嘛要来照顾我 照顾你是应该的嘛 应该的 来 好好收拾口 可真招人疼啊 难怪你爸爸要担心了 不要紧了 我会像妈妈一样的好好的服务师姐 你到底是谁 你当是谁啊 是你们家保姆 是保姆 真是好笑 你当我是什么人 谁知道 今天一早你爸爸跑来 说儿子头一会喝酒喝醉了 要雇一天工 我本来打算去别的人家 结果还是决定上你们家来照顾你 是吗 可不是嘛 你们家挺有趣的 我们家有什么趣 屋里有人吗 来了 请问你是哪位啊 我叫杨子 请进 她让你进去坐呢 那么打扰了 是你的女朋友 那天 屋子水来 好 你好 蔬菜店的阿生 说你喝醉了 躺着起不来 所以来看看你 谢谢你来 请进 是保姆 我怕你在家没人照顾 谢谢 听说喝醉了挺难受的 真丢人 昨晚 你这鼓敲得不错啊 今天让谁敲 武金殿的大叔 真倒霉 本想在今天大醒身手呢 给你 这是醒酒的药 要喝啊 谢谢你 谢谢你 冰箱里只有这玩意儿 这可是番茄汁啊 费了好大劲才找到的 你这怎么行啊 别客气 请不要麻烦了 多好的花啊 这可真叫人感动啊 喝醉了一点 还拿着花来探望呢 真作一服气 哪里 不是这么回事 不是 刚才去认识 今天有庙会 所以就早一点出来了 小乖乖 我们把这事给弄错了 谁让你胡说八道来着 真羡慕你们年轻人 恋爱多美啊 别瞎扯 你们俩不是一对吗 根本不是的 请你不要多嘴好不好 我该回去吧 请多保重 你不再坐一会儿了吗 还要去神社跳舞 想看的话 请来吧 我走了 是吗 谢谢 再见 再见 怎么马上就回去了 原来你们不是在谈恋爱 倒不是对你说了吗 我原先还真以为 你们俩是青梅竹马呢 本来我也这么想 直到刚才为止 我都这么想 这么说 刚才全怪我问坏了 那还用说 完了 你走吧 让我安静安静 青春呢 出事的日记公布了 哪天 11月17日 是吗 在300名考生里 只取15名啊 共同努力吧 要是能考上 先在外国留学一年 再去那分公司干一年 要出人头地 这是机会啊 加把劲干吧 我正为这事 为难呢 为什么呢 我在关键的时刻 谈恋爱吧 谈就谈吧 那有什么 几天不见老想他 太儿女情长了 问题是结婚 一结婚就没法考了 当然不会马上结婚 还有什么呢 要是考上出国留学 至少要在国外待两年 他能等我那么长时间吗 要不愿等 那就吹吧 能那么干脆吗 当然 作为公司职员 成败再次一举 这是男人一生的关键 可是结婚也是男人一生的关键 女人多的是 不是每个女人你都能爱的 那好吧 你要是为恋爱放弃考试 那我的竞争对手就减少一个了 你倒直言不讳 不管怎么样 为了出国 我现在绝不恋爱 要能做到最好了 我能 一定能做到 你比我有出息 是啊 熊姨下了决心 一定要坚持住 可是 如果再一次遇见她 甚至跟她认识了 交谈了 了解了 自己真能做到 不去爱她吗 熊姨心里产生了一种预感 假如再一次跟她相遇 必将爱上她 因此 熊姨不希望再见到她 但愿她不再突然出现在 自己的面前 昨天你妈教你的什么 说你这样的人最危险 那你说呢 我还不了解你 愿意跟我交往吗 不交往怎么了解 好 一个月十次 不三次 真吝啬 我想跟各种人交往 我是其中之一 不行吗 当然行 这很好 你觉得我很骄傲 哪儿的话呀 骄傲是姑娘的权利吗 我觉得一个人 要跟各种各样的人交往 才能成熟 说的是 有人讨厌 有人可爱 有人了不起 还有人可恨 昨天你邀请我 我就这么想 你想研究一番 至少我过去 还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人 那太好了 你一个用这种手段 来跟女人交往吗 想研究研究 是的 真厉害啊 这样不好吗 当然好 你这人也难以琢磨呀 我难以琢磨 看上去很随和 其实不是这样 你内心还是十分刚强的 我所说的刚强 就是让人感到 你不会轻易受人摆布 简直有点铁石心肠啊 这太可怕了 我想你已经有了吧 有什么 男朋友 没有 我不相信 我的判断不大会错 可惜错了 有什么可惜啊 没有最好 不早了 我该走了 那么再见 谢谢你的款待 没有男朋友 是的 镜子还没有男朋友 然而 为什么对那个人 一直魂牵梦营呢 当然 那个人不是刚才分手的泽野 而是那位尚未相识 只是偶然相遇 既不知姓名 又不知地址的陌生人 去横丁的列车 马上要开车了 停车停止以后 车门即将关闭 请乘客们注意安全 停车停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